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十一到十四节 题目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一节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造,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彼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要提摩太做这样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首先我们来回答什么叫做这些事呢? 在第九和第十节当中,保罗还在讲 有些人要爱发财,就被陷在迷惑和网罗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这些事我们要逃避 所以要逃避的是什么呢? 就是贪爱钱财这件事 并且不只是叫人要远离 而是要叫他逃离 原来钱财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东西 基督徒和牧者也可以拥有 运用或者是珍惜储蓄财富 然后再多一点的 就用运用财富来投资 只要不是贪心,那有何不可呢? 总之从珍惜钱财到对财务贪婪 这中间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而保罗要我们逃避这些事情 就是要我们远离贪爱这件事情 宁可过而愿之的远离 也不要保持的距离不够 所以保罗劝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 像是提摩泰就应该特别对钱财的态度 要更加的严谨 千万不可以坠入贪婪所勾知的网罗之中 更广义的 属神之人不仅仅是牧者和神的仆人 也可以是包括到所有认真追求基督的基督徒 都是属神之人 所以我们如何应当远离贪婪呢? 那我们有什么追求呢? 保罗说我们当追求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而追求的意思就是我们实在还做不到的 只不过我们应当尽量的靠近罢了 你们看这些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这些都是我们主耶稣身上的品质 我们说我们习道传道 所传的就是我们主自己 而他就是我们的道路 我们就当学习他的形象样式 所以这些特质都是我们当追求的 他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 而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也就是和掌握权地 是世人都俯伏在他脚前的撒旦在征战 不只是我们 我们还要救其他人脱离撒旦的权势 这是真正的征战 而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要让我们 还有更多人能够胜过撒旦的引诱和拖累 而我们征战所持定的目标就是永生 而这也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应许 这就是我们征战的标的 保罗对提摩泰说 你为此被造 这句话对于所有的牧者和传道人来说都是真的 我们被造 就是要和我们的主一起征战 他选招我们 是要作为主的队伍当中的一员 是要和撒旦的权势征战 要将他的百姓从撒旦与罪恶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 属神之人可以说是主所带领了一支大军 一支大军之中可以有许多人 但是保罗说提摩泰是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这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如此称呼了 你们为主做见证了吗 做了美好的见证了吗 正如主所说的 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 还是要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我们若在追求主的生命的特质上做得好 就会作为见证 这些见证也会被主所用 帮助更多人信主 保罗在这里称呼主耶稣时 意思用那句 像本丢彼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 来称呼耶稣基督 保罗在神与基督的面前 嘱咐提摩泰 是要守住真命令 这一点我们要到下一篇再来讲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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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